意大利郵輪哥斯達協和號星期五的擱淺事故 導致至少6人喪生 郵輪所屬公司說 郵輪船長作出錯誤的判斷 哥斯達郵輪公司在星期日說 船長在緊急事故發生時 讓輪船過於接近海岸 而且沒有按照公司以國際標準制定的規定程序作出決定 這間公司沒有具體說明 船長佛朗西斯科斯海蒂洛沒有採取哪些步驟 斯海蒂洛目前受到拘押 他面臨過失殺人罪的指控 他被指控偏離航線 並且在乘客極力求生時自己棄船逃生 調查人員已經開始分析這艘郵輪數據紀錄的裝置 這些裝置紀錄下輪船在臨近出事前的航行情況 在星期一的天亮之前 第六具屍體被找到